大家好,温光和声声,我们继续Vlog,前两天下大雪,整个雪很厚,然后就没怎么出去,所以也没有怎么跟大家拍Vlog。 今天这个Vlog,其实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一年里面,在未来的2023年,到底是不是一个加入地产行业的一个好时机,以及加入地产之后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费用,我相信对于这个行业感性的小伙伴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门口的雪就是非常的厚,这都是扫了的,还是有很多的雪。 今天整个天都放晴了,整个显得非常的漂亮,白白的感觉,很有节日气氛,下周温度就整个都是零度以上了,所以整个的天气,这雪估计下周就会都化了。 然后我觉得现在对于特斯拉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提前加热,然后你手机控制一下,然后也可以让它直接去雪,然后就是这个,你如果整个被雪覆盖住了,你就去雪,我觉得也很实用。 当然你的电得够,不然的话都是胡扯,虽然特斯拉有这个,就是defrost,就是可以解冻的功能,但是它前盖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玻璃可以解冻。 像那个前车灯这边,它也不会给你挡住,那你左右车灯就不会看哪层了,让这些雪,我本来在家的时候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你看,我开过来发现这个雪有点影响视线,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下完雪之后,可以先把这个车的雪整个都缠掉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更有效益。 给大家看一看我后院,我家后院的一个大蛋糕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那个是我这个就是BBQ啊,烧烤的时候放的一个玻璃桌啊,你看,上面一袋后层凸尖的那个是因为我放了一个孩子的一个什么bubble的水,所以凸了出来一块,看这个非常高啊,一卡这么高,这个,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雪地 雪地里面,雪地里面,倒地的活动啊,来,你要先,你别头着地,你可以先屁股,先屁股着地是吧,你要先把帽戴上,帽戴上就破坏我的发型了,这雪还是挺厚的啊,看一看能不能倒啊,看看啊,观众啊,快点啊, 啊,还行没有很深,你要来试试吗,我不用了,来来来,你试,你试试,你试试,好,我知道大家好像已经快没有耐性了,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正式进入主题啊,那其实我今天呢,想讲的有三块,第一个呢,就是到底从我们打算考试的考下来牌照,需要花多少钱,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个月, 大概的一个维护费用是多少,第三个呢,就是想聊一下,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入市时间,那么想要了解这些方面的小伙伴,就千万要看到最后啊,好,我们首先来讲一下价钱啊,在这里我也要声明一下,价钱呢,我只是讲一个大概题啊,就不要跟我抠那个十块二十块,另外呢,具体这个考试的一些心得呀,怎么去考啊,怎么样去看书啊,我也有一套,我觉得还是比较行而有效的方法,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视频,或者跟我私信聊啊,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讲一下价格啊,好,首先呢,就是我们学地产课呢,这个服务呢,叫做trading services,你当然会看到什么租赁呢,这些咱都不管,我们主要是讨论trading service,那你首先要去UBC solder school,就是它的商学院,去报这个课,你报完名之后呢,大概是1100块钱左右, 你报了名之后,它会寄一个这么厚的一本书给你啊,当然了,我建议大家还是把书呢,大体上看一遍啊,这样的话,你才能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然后做一些西题啊,什么的,好,你1000多块钱付了之后,给你寄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开始做题了,你一定有这个线上的这个,这个用户名密码了,你已经可以登录了,然后等到你都做完题了之后,你准备开始考试的时候,你大概交个一二百块钱,你就可以开始考试,考试考过了之后,那么地产局现在 现在的要求很多,它要求你呢,上一个,类似于就实习课,那实习课呢,分四个部分,一二三四,那这四部分呢,大概的成本呢,是900块钱左右,我们重新说一下,最开始1100块多块钱,加上1200的考试费,加上这个实习的费用,也是大概1000左右吧,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哈,实习课呢,这四个课呢,其实你上完前两个之后呢,你就已经可以拿到一个临时的牌子, 已经可以开始进行你的地产服务了,那么四个都拿到之后呢,就正式的挂牌了,那么你前两个考完之后呢,你理论上就要找一个公司去挂牌了,在这里我就不说具体公司名字了,大家打街上能看到的那公司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你说我先考虑了牌照了,我再考虑以后要不要挂牌,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必须是要,就是进入了这个,去一个公司挂牌,出现一些月费之类的,你才能进行的, 进行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的一个实习课啊,这个地方大家千万要注意啊,好,我们话说回来,四个实习课你上完之后,你就正式的成为了地产经纪了,那你需要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是BCFSA,就是BC省的,就是关于这个这方面的一个机构吧,去挂牌了,那挂牌的费用呢,是2000块钱,这个呢就是牌照费,这个牌照费呢是管两年的,但是你需要一上来就交两年的费用嘛, 那么这是2000块钱,刚才我们讲的是2000嘛,这有2000,所以大概是4000了,那么4000块钱还没有完啊,就是你拿到牌照之后,你虽然可以进行这个地产的买卖,但是你并没有地产,就是地产经纪自己用的那个内部网站,如果想要有那个内部网站,你怎么弄呢,你必须要加入一个地产局,一个当地的地产局,那通常来说在大温地区呢,有一个地产局叫大温地产局,还有一个飞沙河谷地产局啊, 一般来说就这两个嘛,那你选择任意一个家,就要看你到底住哪边嘛,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大温哥华的地产局,那大概也是1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入会员的费用,有这1000块钱交完之后,你就真正的可以在网上去搜那些,挂在网上的地产内部的那些资讯,你就都可以看到了,OK,所以加在一起呢,你的起始成本呢,大概是5000块钱,那我这个呢,还是一个大概哈, 好了,我们刚才呢,说的呢,就是你考完试到最后呢,这些大头的钱是什么,那么关于他每个月的维护费呢,在这里呢,我就用我公司的费用呢,来给大家举例哈,首先呢,我公司呢,是一个还还不错的一个比较老牌的一个,也是华人居多的一个公司,但是我觉得公司整体的culture文化还是不错的,首先呢,公司呢,也是有两个计划,一个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刚入行的,还一个呢, 就是专门针对老手了,那他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刚入行的呢,他的月费比较便宜,但你每乘一单呢,可能就,要多交个一二百块钱的这个,这个手续费,所以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能做多少单的话呢,就可以先去做一个简单的这种,这种就是,就是专门针对初学者的这种计划哈,比如说啊,我们就简单讲一下,他这个初始的计划呢,一个月呢,他的成本呢,大概是180块钱,也就是说你这一个月, 不管你成不成单,不管是什么情况,你是旅游了还是怎么样了,只要你是吃牌的,挂在这个公司下面了,你一个月就要交180块钱 好,大家可能会说了,我如果成一单怎么算呢,如果你成一单的话呢,你需要,就是这一单呢,这个,我们公司呢,他会收取你418块钱的一个手续费,那不管是买还是卖,他都会收取这个418块钱 当然了,后背还有更多的费用,比如说,你如果既代表买家,又代表卖家,或者你转楼花,或者商业的,都有不同的费用 那我刚才说的呢,是两种基本的,也是大部分人通常会遇到的,所以啊,大家清楚了没有,每个月180块钱,每成一单 收418,如果你这一年一单都没有成,那你等于其实就是180块钱乘以12,你大概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就大概是这个费用 当然了,我们作为地产经纪,那我们本身的执照呢,是包含了一些保险了,然后我们交的这些月费里呢,也通常是包了保险的 如果你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一些措施啊,在很多时候呢,包含公司会去cover的,那比如说,我们公司呢,他就把你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险呢,从原来的这个,就是地产局呢,一般来说只是给你保100万 但是我们公司呢,他是可以给你保到300万,一共300万,所以还蛮不错的,总体的费用呢,大概就这样,我知道有的地产公司呢,每成一单还会再收取 一个百分之几的一个抽成,但是在我们公司呢,是没有的,除非你这一单呢,大概超过八万,他会收一个百分之一 这个听上去,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合不合理啊,但是在整个的industry,整个的这个市场上来说,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少了 还有呢,就是每一单呢,他还会收你一个10块钱的一个social event 其实在很多本地的公司里面,不管是地产公司,还是政府公司,还是私人公司,都会收这个 什么意思呢,这10块钱呢,基本上就是给公司用来做一些经费啊,比如说,就有点像搬费的感觉啊 比如说,圣诞节开大会,圣诞节吃饭,公司呢就会动用这个social event 每一单的这10万块钱做 OK,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维护的费用啊 大家可能会说了,哎呀,地产经济,这个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我觉得,地产经济需要了解的范围呢,还是挺广的啊 大家光看这个书,就能看出来了,还是真的蛮多东西的 当然了,我毕竟是注册会计师嘛,看起来呢,会稍微快一些 有一些章,我其实也直接skip了 毕竟你看,加拿大的税法 光税法,我当时读的时候就这么厚 而且这一页纸,是轻,是薄如禅意的这种 听到这个声音了吗?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你看这一页纸,还是真的蛮厚的 听到声音的区别了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想要入行这门课,想要入行这个职业 好好的去学习,我觉得对你当下和对你未来的发展呢 都是极有帮助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 已经2023年了,传说是地产,地震的一年啊 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入市 那在这里呢,我其实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没有说我完了 我觉得只有你适不适合,你喜不喜欢 真的没有说,我是不是现在在做肠就已经完了 我觉得这么一个,只要你有一颗努力奋斗的心,对吧 一颗必胜的信心,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 我觉得永远都不会晚,是吧 如果大家想要说能快速的成长呢 也可以加入我,然后我可以帮大家做更多的分析啊 更多的学习啊,我觉得可以让你这个成长的更加的快啊 算是一个小小的广告吧 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股市不都是这样吗 别人胆怯我,我贪婪嘛,对吧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要谨慎一点嘛 那我觉得2023年呢是reset的一年,是回到原点的一年 那你通过这一年慢慢的把牌照考出来 然后积累一下自己的人脉,跟更有经验的人去学习 那等到24年25年房市回暖的时候呢 你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永远都不会很晚,永远都不会晚 另外呢我觉得凡事呢都还是要好好的努力 但努力呢也是有捷径的嘛,是吧 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 关于考地产经济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 以及到底现在适不适合考地产经历 相信大家呢已经心里有了答案了 好了,我坐在这边呢等着大家的私信 给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